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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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的一个温度 另外就是它的水 好 你放下去的水要够 那这样子的话 它比较容易把鱼鳞包起来 而这透着光的鱼鳞片 主要成分其实就是蛋白质 还有氢氧基铃灰石 从中萃取胶原蛋白之后 剩下的鱼鳞残渣 就是这看似漏气的透明气球 要看它有没有什么价值 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是说 反正我最重要的部分拿起来 胶原蛋白水解液拿走就好了 可是问题是我们会觉得说 它已经是已经可食的部分 而且它胶原蛋白 那个蛋白质 这些二次复产物 把它丢掉是真的有点可惜 过去这些残渣 因为没有再利用价值 因此被丢弃 但蔡美玲与她的研究团队 却突破了技术障碍 为这些临扎赋予商业价值 所以我们在实验室 我们就会把这个鱼鳞的应用 分成两个区块来用 第一个区块就是 胶原蛋白水解液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胶原蛋白水解液 萃出来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呢 我们就不丢掉 我们就是把它加到 其他的像珍珠 去做其他产品的开发 王瑞丰承接着经验 把这套珍珠的链成症 从实验室搬到商场上 开始试着大规模量产 却发现难以成型 这个要做胶原珍珠 方式是以木薯粉 然后以鱼鳞 它本身胶原蛋白的 一个粘性跟粘稠度 去做那个结构的嫁结 木薯粉作为基底 不使用明胶 或是额外添加修饰性淀粉 王瑞丰单单加入鱼鳞残渣 就进行混合搅拌 它本身就是有鱼鳞在里面 然后所以等它冷却的时候 它基本上会像我们刚刚 那个液体一样 它会有一定的粘性跟稠度 会让这个整体更 更结构上会更完整 弹开粉团 半透明的鱼鳞 就平均混合在其中 只见王瑞丰细细颠量着 粉团的粘稠度 稍有差池 只得报废 它需要有很细微的参照 甚至可能就是 差一点点都不行 所以如果不行的话 它会怎么样 不行的话 它就会变得 有点像牛顿流体这样 它就会全部就是 你没有办法申请糟粒 你一拿起来 它就会整个掉下去 因为这种鱼鳞珍珠 和传统珍珠相比 掺杂了海洋动物性的 胶原蛋白质地相较更加软弱 因此制成无法复制 一般做法 其实初代刚做出来 它很像果冻 它很像果冻 就是它有点流动状了 然后吃起来有点脆脆的 就这样子 对 那也没有办法说 很像这种团料 它是很硬的 对 完全没有办法上到机器 就是拿起来 它就会掉下去 这一颗颗活源的珍珠 前期靠研究团队打下基础 再由王瑞峰将这实验性商品 成功商品化 前前后后 可花了它们12年 在这个产品 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开始要贩售的时候 是在2018年 可是其实在前面制成的时候 我们花6年的时间 在调整这个产品 包括是机器 包括是专利 包括是如何去量产 它的制成 跟一般粉源的制成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在一般的粉源里面 去通用这些机台 比如说我们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在机台的生产 对 是在这个区块 越南而上粉碎困难关卡 将榆林成功全利用 打造零废气产业 用技术力孕育出这颗璀璨珍珠